兄弟们 没想到在半路上 我车上面的尾翼竟然掉下来了 这下可该怎么办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昨天我用这一条假设整顾我往的女友 没想到最后竟然被他给锁猴了 忘了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我了 不敢了 不敢了 不过呢 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大家都知道 前几天因为我的原因 导致孩子被小朋友他妈妈看了几天 现在也差不多到时候去见小小熊了 走吧 王爷了 咱们快点去吧 我有点迫不及待想见到小小熊了 我也是 赶紧出发吧 行了 等一会儿到了我家 你现在在楼下等我一会儿 我先上去把孩子抱下来 行 没问题 开了这么长时间车 终于到地方了 你先上去 把他抱下来 行 好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宝宝 几天不见 快想死我了 对了 你妈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我妈说 如果你以后再惹我生气 她还会把孩子接走 放心 以后不会了 走 咱们回家 小朋友 你刚刚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兄弟们 没想到在半路上 我车上面的尾翼竟然掉下来了 现在来到修理厂 准备让人家给我安装上 小朋友等安装好了 咱们就回家 幸好旁边有修理厂呀 行了 孩子咱们也送回家了 我肚子有点饿 你去给我那点吃的吧 来 我这里还有一桶方便面 你吃不吃 哼 我不吃 天天喝泡面 我都喝够了 小乐 要不然你今天就别拍视频了 带我去吃大餐吧 不行的 小朋友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的视频不就断更了吗 我的粉丝们 他们每次看到我的视频都会给我点的 所以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的 要不然这样吧 我带你去我爷爷家玉米地里面 摘两根玉米 回来给你烤着吃行了吧 那你爷爷不会揍你吗 没事的 咱们偷偷的去带 他是不会发现的 走吧 赶紧 就是这里了 这些玉米全都是我爷爷种的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进去给你摘两个 哦 行 哇 小乐 你摘了这么多 嘿嘿 等会让你吃个饱 来 小朋友 我先把火升起来 必须让他见识一下我的技术 玉米马上就要熟了 小朋友 真香 不是 爷爷 你怎么来了 玉米从哪里来的 你听我解释 爷爷 爷爷 是我很乐透的 我不知道 和我没有关系